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享受真实 享受美食 享受安全 享受风足 享受无拘无束 享受日常 如常 戴口罩 勤起手 保持睡觉距离 防疫新生活运动 热火防疫 健康生活 开启投资新事业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欢迎收看登峰造极 我是黄允凡 今天是7月24号礼拜五 周末愉快 昨天你有看节目 我也跟大家讲了 不过大家会说 等一下 老师今天我们大盘好可怕 今天我们来先看一下大盘 是吗 很可怕吗 盘中跌了146点 而且用急杀的模式 怎么叫急杀模式 开盘不就好好的 还涨了89点 台积电还大涨了10块以上 然后来这一段就开始 拉扫 往下杀了100多点 146点 收盘的时候 当然没有收到这么低 收盘的时候也跌了109点 大家一定会说 等一下 我们发现一个比较不寻常的一个讯号 那个讯号叫做成交量 成交量2645亿 量好大 那一定会有人说 来 那不用我说 你都会说 我们当看到爆量要长黑 这根叫长黑 来第一个 指数在高档 大家听好 指数在高档 那这个地方你一定会有警觉 所以今天在卖的人 除了法人之外 当然也有我们散户朋友 也有大户 有些落跑的筹码 但是今天在接的人 他心里一定也有想法 好再接 阿里沙夏来接 接有两种 我就跟大家讲买股票两种 一 我等待掉下来的筹码 你要等那个掉下来筹码 通常都是要在急杀的情况 才有那种筹码会突然跑出来 因为他会吓一跳 哎呀吓一跳 然后开始跑 跑怎么样 那是大盘在沙盘 他才会跑 我此时不跑 我可能跑不掉 你都有那种想法 因为在高档 好那这个时候有人在那边接 先告诉大家 今天会去接筹码的 他一定有他的想法 就下礼拜 他对他所接的股票 他有他的看法 如果是接的是一个对的人 那股票下礼拜就精彩了 好那当然 我们也想一下 来 这是大盘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台积电你看到没 最高冲到395 收盘收在386 意思是怎么样 今天再创历史高之后 盘中又开始往下拉回 来注意看 台积电今天的成交张是 86,000多张 各位 再创高的时候 86,000多张的成交张 昨天是45,000张 这个量能大不大 算大 近期上算大了 但是他又在推向另外一个高峰 创历史高 然后再形成一个拉回来 注意看 我过去一直跟大家谈 你可以买台积电 中长期你都不会吃亏 到今天你都不会吃亏 可是台积电的供应链 等一下人家为什么会涨停 大盘今天不是拉回吗 台积电大联盟资本支出 受贿股票的第三党不就凡宣吗 那为什么他今天可以涨停 你一定会这么想 原来之前也是有拉回之后 今天攻上涨停 有没有创新高 没有 那既然如此的话 来注意看 昨天 大家都在想 这台湾股市会怎么变化 我今天开高 然后震荡 我告诉大家 这个拉回有很大意义 指数在高档 在拉回的过程里面 很多筹码会松动 这些松动的筹码 有很多都叫符额 另外第二种看法 就是把人在这边做持股的调节 获利的调节 好来 请大家注意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讲了几档股票 我给大家说明一下 其中一档 今天 他放出来了 意思就是 原来是被关紧闭 今天 你自由了 好来出去吧 前面那么会飙 修你 你把你关起来 那好 今天放你出来 今天不是沙盘吗 我们等一下来慢慢看 对哦 你不一定知道 我昨天在讲什么 不然我们先看一段 昨天的BCR 我会认识我 我会认识我 我会认识你 我会认识你 好 Wi-Fi 6 对啊 昨天跟大家讲Wi-Fi 6 Wi-Fi 6里面我跟大家谈的是叫利基 利基你刚刚想一想 FEM 射频前端模组 是不是观景币 对 那之前你也看到 从7月6号 我们是帮大家追踪 6月第二季上半年的营收 同创新高 上半年太好了 所以股价这样的涨法 涨到这里大家都觉得差不多了 7月6号的时候 都会觉得200多了 7月7号 244了 大家都在想7月7号 短线上哪有长这样的 中间有没有休息 有没有拉回 有拉回 我先跟大家讲 7月8号 259 259 各位7月8号259 我再让你看一次 他从景币市出来 今天 成交量立刻放出来 注意看 供到哪里 供到288块半 收盘收在270块半 盘中怎么样 再创新高 注意这一段是拉回的过程 我昨天已经跟大家说明过了 然后再来进行一个反弹 你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居然能够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是大盘在杀盘的过程 如果今天大盘中间没有杀这么重 他肯定又要去亮灯 对不对 我讲就是这样子 筹码是这样子 那好 那大家一定想说 对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到底谁在买 里面还有谁 里面有投信 有外资 对不对 谁在买今天的高点 不重要 我先跟大家讲不重要 因为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 每一档股票来到高点 他在拉回的时候 我们都会仔细的看 他还会不会再涨 很简单 拉回整理是必要的 为什么 要把这一段里面的筹码先洗一趟 这里面是非常沉重 如果没有经过整理的换手 再上 他的力道就很薄弱 什么意思呢 拉回是合理而正常 涨了一大波段以后 这个拉回整理很重要 就像大盘 大家觉得他一直在涨 一直涨 一直涨 要不要拉回整理 要啊 那重点来了 拉回整理的时候 有人会怕 有人很开心 为什么 好不容易等到这种 急速的下杀 杀快一点 为什么 符合会跑掉 才有另外一波攻势 所以我刚讲一个重点 就是你过去常常在听的 8月14号以前 各位 8月14号以前 我们要公告的叫做第二季的财报 第二季的财报公告之前 这些股票啊 他们要面临一个什么 叫做检验 我们所有的这个上市规的股票 他们必须要面临第二季财报公告之后的检验 所以在公报之前 公告之前 会有的股票它会形成震荡 到底你的股价是不是比较高了 这个好像可能要卖了 对不对 但是注意哦 那公告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 哇塞 出乎意料之外 怎么这么好啊 你上半年 就一看 哎股价还很合理啊 我告诉 我告诉大家 那个时候大家那个资金 就跑到那个地方去了 你看会不会 我先跟大家先说明一下 我先预告给你知道 来第二个 我们再注意看 昨天是不是这样 对 周末愉快 我大概什么不用讲了 我先告诉大家 等你等一下看完 我们下一段的VCR的时候呢 你自然就会了解 因为还没准备好 所以等一下 但我先给你看一下 我先给你看这边 9点49分 11点才杀盘 对不对 对 所以它后面会长怎样 不知道嘛 对不对 我们这边印出来的时间是 9点49分 周末愉快 等一下哦 7月23号礼拜四 节目再分析 什么意思叫节目再分析 之前我们就讲过了 所以昨天的节目里面 我们再分析一次给你听 而且什么 重点在哪里 在我们VCR 还没有准备好之前呢 我先告诉大家重点 就很简单 一个股票它上涨 跟地基很像 一个股票上涨过程里面 它突然大涨以后 开始拉回 开始整理 要不要注意 要 一般人不会注意 那个拉回就拉回 弱势啦 这个差不多了 拉回什么 因为前面大涨一波了 大家都会看啊 你从哪边开始涨上来的 拉回整理 可不可以进 这是重点吗 我讲的 就重点都在这 一档有题材的股票 一档比去年好的股票 一档下半年 比上半年好的股票 它就有动能 它一定要题材 这是我过去 一直跟大家讲的 说你有动能 你有题材 所以怎么样 我们要注意 拉回的时机 所以拉回是机会 是我今天的标题 我第一个先跟大家讲的 拉回就是机会 而且下周有个攻顶任务 来 什么攻顶任务 麻烦各位 攻顶任务的QR Code 在这边 麻烦各位先扫描一下 QR Code 现在先等一下 先不要扫 我要进一下我们的VCR 我先让大家看一下 我昨天讲这一档股票 就它 就是周末愉快 如果你有看 你一定还不了解 我讲的 我讲重点是什么 没有关系 麻烦各位 你先看VCR 我们待会再回来 我请你看一个例子 这是跟台积电有关系的 来 注意看旺系 你去看7月1号的时候 今天几号啊 今天7月23号 对吧 7月1号的时候 请你看一下这个位置在哪里 来 注意看 是不是二位数 92 对对对 攻上掌停 三位数 二位数到三位数 对不对 好来 你再看 7月2号 咚咚咚 一根三根掌停了 对不对 受惠5G 封测需求 这个我们过去都讲过 我为什么拿这个股票 再让你看一次呢 你会发现 来 注意看 再到7月8号 往上攻了 对不对 还有没有 没有 来 接下来我们要从哪里看 跟着我来看 你就会发现 我刚刚为什么要这样讲 好 关紧闭了 是不是分盘了 对 分盘了 20分钟的盘 为什么是20分钟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再进去瞧一下 你注意看 今天收盘145 涨8块半 它是关紧闭 今天大盘好不好 不好 今天大盘也不好 我们讲实在的 如果看指数是不好 可是我带你进去看 你就会发现 有一件事情 我们来验证一下 来 注意看 够不够快 够快 长得够凶够猛 等一下 拉回了 来 注意 拉回 回撤 然后呢 我先要问大家 然后呢 涨多了要不要整理 当然要整理 请问一下 这边买的人 这边买的人 他们有没有获利 都有获利 他在这个上面 也可以卖 持续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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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还获利 为什么 下方在这个地方 在买的时候 成本很低的 好了 来了 当前方的人 获利完毕 之后拉回的时候 又有一批人来接股票 注意看 他会变成一个 什么情况 我告诉你 创新高 拉回整理之后 再创什么 新高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完毕 大盘震荡 拉回 他再创 再创新高 再创新高 周末愉快 有人会说 再创新高 就再创新高 对 再创新高 然后怎么样 等一下拉回整理 拉回整理 再创新高之后 各位 忘记 昨天我们在讲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们在谈这一档股票 谈这么久的时间 9点49 对 不好意思 因为他涨停的时候 我们就先把图印起来 周末愉快 然后呢 你说后面11点沙盘 那后面怎么样 请看我们后面的电视 后面 后面 我们来找一下 忘记 真的耶 你看中间有锁 对不对 后面打开 果然会是打开 因为怎么样 卖 再创再创新高 就是卖 大盘不好 当然是卖 等一下 来了 我请问大家 这妙不妙 请问他为什么又锁起来了 又有人跑去买赏亭 真的不怕 你到底买赏亭 你到底心里在想什么 这么简单 我常常跟大家讲 你觉得很奇怪 有人就是会买更高的 他就是会买更高的 所以他心里在想什么 他知道这个公司未来怎么样 不然他干嘛 干嘛样子买 买最高 大盘不好耶 点一百多点耶 在沙盘耶 还跑去买 就这样 来 今天早上 9点01分 我们知道他要亮灯了 但是基本上 大盘杀得这么快 当然他中间打开了 后面又再锁 前面的过程 你昨天都看完了 我都讲完了 好吧 讲完了 只是说有人带你做 你会有个方向 是不是这样 就是这样 这都以前的历史了 今天我们要请大家 扫这个QR Code 注意下个礼拜的骑兵在里面 宫顶任务是什么样的任务 麻烦你自己扫QR Code 进去里面看 下个礼拜 我告诉大家 你机会来了 因为今天刚好拉回 对不对 你机会来了 赶快赚钱 赶快扫QR Code 很重要 刚才导播跟我讲 我们第一段的VCR 是没有声音的 怎么可以这样 都没有声音 也就是说你在家里面看节目 那个VCR 你要想再看那个什么 没有声音 真的吗 你真的是没有听到声音 那我们再重新放一次好了 你要听到声音是怎么讲的 讲立基的那一段 我们再重新放第一段的VCR 给大家再看一下 Wi-Fi 6 Wi-Fi 6 对 来大家看一下 Wi-Fi 6 Wi-Fi 6 你会想到谁 对 那天我们讲的是 给大家看这个股票 它叫立基 这7月7号 好 Wi-Fi 6立基 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立基 哎呀 前两天不是在讲立基 对 因为它也是在关紧币啊 它也是在关紧币啊 那就注意看哦 在关紧币哦 不对啊 到高点之后 是不是拉回 对耶 拉回以后怎么样 又回到这高点 它位置还在这 但是它现在重点是在关紧币 那我问大家 这一段涨得够不够凶 我画个箭头在这 够凶吧 中小型的股票 你知道吗 法人到底走了没 法人走了吗 好来 它现在关紧币 如果打开来的时候 它会是怎样 看看嘛 你为什么 我很简单啊 我给它定义啊 如果你听过我 再讲解 Wi-Fi 6的时候 你知道射频 射频前端模组 非常重要 FEM 我再讲一次 这个名词 你要记得一下 你知道有多重要吗 手机 路由器 射频前端模组 所以为什么 我再告诉大家 为什么 这一类型的股票 它可以一直涨 一直涨 一直涨 如果刚才 你在最前面的节目里面 看到的是没有声音的那一段 你根本都不晓得我在讲什么 看到一个人这样子比手画脚 我现在告诉大家 拉回是机会 我每次在讲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我都语重心长 每一次大家都觉得说 那个已经来到高点了 位阶 指数位阶也很高 你看我们的台积电位阶也这么高了 现在已经拉到这个位置来 已经几乎快要到四字头了 然后它又突然拉回 很多股票一看 不对 今天要杀盘 指数位置高了 所以赶快杀 来 这就是机会 为什么我这样讲 难道大家今天把股票卖了下礼拜 从此以后离开股市 哪有 所以法人卖完股票之后 他就跟股市说再见 我后年再回来 会吗 这是重点 如果是这样的重点的话 当然我再提醒各位一次 第二季的季报是8月14号以前要公告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从下个礼拜 从下个礼拜过程里面 大家要去验证一件事情 验证什么 当第二季季报公开 告诉你的时候 你去比对 他那时候的股价 有没有办法做对称 还是差得很离谱 什么叫差得很离谱 股价非常非常之高 赚钱获利非常非常之少 我告诉大家 那就是检验的开始 那另外一点就是 我赚得很多 赚得不错 比去年来得好 股价没有太大表现 我告诉大家 那他才开始 这就是下礼拜重点 我先跟大家说 因为下礼拜走进下旬 现在其实都在下旬了 下礼拜 注意 下礼拜 整个礼拜我们的宫顶任务 我现在放在这边 这个QR Code 我麻烦各位赶快扫进去看一下 里面有一档股票 叫骑兵 这个是我要带你做的 注意看里面的内容 请仔细看内容 下个礼拜你要赚钱 就要靠这个宫顶任务了 不要说昨天看了节目 我们在前面讲了那么多 也让你看了VCR 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就很简单 我告诉你一个原则 拉回整理的时候该怎么注意 什么样股票可以注意 结果最后你看到那股票都在创新高 而且又是在大盘拉回整理的时候 是不是 就是这样 注意哦 因为我现在要准备进广告了 广告回来再继续扫描好了 好吧 来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 待会再回来 正新经济总动员 自己的财富自己来创造 正新经济加码送 让您清津松松横股海 正新三线02-8512-5858 02-8512-5858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官网服务欢迎与地铃 请搜索关键字 亚太国际投顾 顶尖团队顶级享受 软体下载专业研究 亚太国际证券投顾 02-8512-5858 全新的操盘策略 全新的尊荣服务 创意理财尽在亚太国际投顾 02-8512-5858 涨停 涨停又涨停 你抓住了吗 亚太国际精英团队 眼光犀利 惊艳老道 专业领航 强势获利 亚太国际投顾 陪您拥抱财富 02-8512-5858 正新经济总动员 自己的财富 自己来创造 正新经济加码送 让您轻轻松松 纵横古海 正新专线 02-8512-5858 02-8512-5858 开启投资新视野 再创获利新高峰 登峰造极 好 回到现场 我每次在那边看 我都看到那些所谓的 我们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觉得说 不对 那个都有一段涨幅了 我再重新回到 我们从7月1号这样子看 你去看 7月1号 我们的7月的一开始 你看一下 二位数叫做92 哇 不得了 来到三位数 然后我再问大家 从这里我们都说 我们都不要换股 第一件事 不换股 买了股票就放着 今天来到7月24号 你放了快一个月了 放了快一个月了 中间有拉回有震荡 放了快一个月了 92块到159块半 我们算160了 好不好 这样比较好记 请问 你赚多少钱 10张 还是说我们用100万来算 我们算它780%就好了 70% 70%就好了 70万 你都没有换股 都没有 你就从头到尾就一档股 你只有10张 你只有10张 请问你觉得这样够不够 从月初放到今天 你也不管大盘震荡 也不管什么股票 腰股都会涨 然后什么又拉回 什么都不管 它中间有拉回 你也不管 70% 保守的来看它70% 就100万进去 变成170万 到今天 你说 下礼拜呢 等一下 你确定你有吗 我这样问大家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大家在看节目 说对 那很早就讲了 而且还在提醒 所以你一直外看节目 你没有一个 比较积极的作为 比如说去打电话 也罢了 说周末愉快 好那我要周末愉快 好那我们今天给大家一个机会 我再讲一次 我不会说每次都去提醒说 哪一档股票怎么样 不会 我放在这里面 我先告诉大家 你要赚钱 你就赶快等一下赶快扫描 在QR Code 就是你下个礼拜 可以赚钱的机会 赶快扫描 因为下个礼拜我要执行一项任务 上面写得非常非常清楚 它叫 公顶任务 里面有一档股票 礼拜一 他准备发动 他叫骑兵 有人就讲了 老师真的 今天你这样 昨天的节目看完了 结果打了电话去 周末愉快 不会吧 昨天讲的那一档 不是已经创新高 对啊 我问大家 创新高 可不可以再创新高 当然可以 注意 QR Code 一定要扫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见 本公司 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讯评估 估并自负投资风险